这是辅慰三号 由六颗卫星组成一个卫星星系 接收美国24颗GPS卫星讯号 每天提供全球2500点大气层资料 辅慰三号卫星星系是用微波的技术 所量取到的气象资料 比原来的气象资料要准确的多 所以辅慰三号星系被使用者占预为 太空中最稳定最精准的温度计 2004年6月1日 辅慰三号卫星星系的结构体 相关元件与零组件陆续抵达新竹太空中心 太空中心紧锣灭谷进入辅慰三号的组装阶段 一年半的时间要完成整个卫星星系的 所有整合测试 计划当初大家都觉得 这是不可能的任务 为了化不可能为可能 太空中心筹组了一支整合测试团队 包含十个任务编组 团队中各个是精英 对卫星的诊测作业也都不陌生 但这回他们不只要组一颗卫星 而是一组六胞胎星系 福费三号是在新政院核定的第一期十五年计划 里面很重要的计划之一 那这个计划基本上是跟美国做一个合作案 那我们通过这个国际合作案之后 我们可以用他们这个火箭来发射手 它的价格可以至少一半以上 所以省钱方面可以省到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左右 这对我们在经费方面是有很大的帮助 三号这样半发包半合作的模式 不但节省了经费 更赚到技术经验 太空中心的团队 靠着精准技术与合作无间的默契 以超高效率达成诊测目标 但这一切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不管是三号还是二号 整个福尔摩沙卫星发展的计划是困难重重 因为是跨国的技术合作 任何国际事件都会影响作业 我们在基础计划的时候 9.1刚发生了 所以美国对整个世界的 整个在严格管制方面 我们在美国不然是进出国方面 或是我们在跟美国的这个技术合作方面 所有人员的交流方面 都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 当时几乎现在停顿状况 SARS接近的事情来讲 二号卫星的合作厂商蛮多的 整个运作的团队有接近百位的同仁 包括合作厂商的顾问在这边 如果有任何一位同仁被感染的话 整个团队就要被隔离 所以那时候我们压力非常大 一方面适应外部大环境的影响 二方面克服内部的时间压力 2005年浮卫三号完成诊测 空运到美国加州的贩登堡发射场 准备进入发射倒数 进入待命状态的 还有留守在新竹太空中心的操控团队 各个素叶匪泄 一刻也不敢大意 发射的时候每一个人都非常紧张 那这边待命期是从发射前的前三天 开始就二十脚轮弹 做最后一次的模拟演练 那等到发射的前大概两个半小时 这边是所有人员是进入最紧张的状态 那在发射前两分钟 因为那个火箭那边发现说 有一个压力的感测器有问题 那其实那个是地面的设备的问题 不是火箭本身 但是因为有异常的状况 所以整个发射的程序是 就是暂停的 那因为是在发射前两分钟 所以情况非常的紧张这样子 5 4 3 2 1 6包胎的抚慰三号 顺利的上了太空 然后奔到扬镳 各自走到设定的轨道执行任务 一边上看那个美国的发射所 那个火翼一充电的时候 那感觉就是非常明亮 后来对方宣布说成功的 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好像 一个孩子终于生出来 非常安全的 而且非常喜悦的 这个享受那种成功 如果说整侧团队的角色 是负责怀孕的妈妈 那么操控团队 就可以说是负责带小孩的保姆了 操控团队中 几位已经为人父母的成员 对这样的比喻很有感感 发射之后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听六颗的心跳 然后它会传讯号下来 所以在那个之前我们就是用很期待的心情 希望六颗都很顺利的能够把他们的 就像baby生出来一样 他们可以有心跳 有哇哇哇的声音传下来 基本上操作卫星就好像就是照顾小朋友一样 你刚开始发射期间就好像他是个婴儿 好就是你刚刚 我也本身自己有三个小孩 就是刚开始你一个就是很谨慎 对你同样的状况你到后来再发生 发生在第二个孩子或第三个孩子 你就不会那么恐怖 所以这种过程是一样 虽然是六胞胎 却各有各的脾气 其中编号六号的卫星 就曾经离家出走两个多月 像第六颗卫星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叫它FM6第六颗卫星 它掉了67天 最后我们还是把它救回来 67天在很多的国家的专家来说 67天还可以把卫星救回来 我们两个礼拜就把卫星放弃掉了 就说已经努力就宣布放弃 可是我们没有放弃出来 没错 太空中心的科学家是不会放弃的 不管是已经远在天边的二号三号 还是正在孕育中的其他探空计划 就是要替台湾在太空中抢下一席之地